赌王十妹何婉琪,年轻时曾驻赌王打下江山 晚年竟将赌王告上法庭 指控其40年来,以家族丑闻来威胁 逼迫自己放弃了上一股权 何婉琪曾拥有过寻常人所艳羡的一切 亲情、爱情、财富、权利 她的人生也被众人视为传奇 然而最终,亲人离散、爱人反目 除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万家财 她最终却一无所有,徒留感慨唏嘘 澳门媒体称,何婉琪的人生比任何一房太太都要传奇 禁忌之恋、伤害臣服、豪门恩怨 在这个女人身上意义上演 她曾帮赌王何鸿燊打下澳门博彩业的半壁江山 最后却分道扬镳 也曾与堂弟为康世俗轰轰烈烈爱了半生 最终却对不公堂,此生不复往来 何婉琪曾拥有过世间绝大多数人 永远无法想象的财富与权利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寻常人家都有的真情 却成为她难以获得的奢侈品 2018年6月5日 曾在澳门叱咤风云的何婉琪 走完了95载漫长人生 没有风光大藏 没有告别仪式 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何婉琪本是天选之女 因在家中排行第十 被称为十姑娘 她的亲哥哥 是日后鼎鼎大名的赌王何鸿燊 她生在世家 祖父何东被誉为湘江最后一位贵族 自她起 何家赴了将近百年 然而在何婉琪十二岁那年 父亲何世光被股票信息所误 孤注一致进行投机炒作 股市变化风云诡诀 朝夕之间 何家从天堂直坠地狱 豪宅出售 家扑遣散 与何世光一同投资的两位兄弟接连自杀 为躲债 何世光带着子女趁夜登上轮船 狼狈逃离 曾经赋予她地位与财富的故土 而十二岁的何婉琪也由无忧的贵族少女 沦为远走越南的异乡人 没了专车别墅和前呼后拥的仆从 生活无人照服 母亲留在国内 父亲很少回家 语言不通 种族歧视 她只能独自适应骤然变化的环境 有时女还会怀念从前的锦衣玉石 也想念儿时的万般宠爱 然而生活不允许她停步叹息 那时的她是弱者 只能在别人的地盘上讨生活 常随父亲出入生意场的何婉琪 渐渐看得清楚事故人情 尔虞我诈 也深知商场如战场 城王败寇乃是铁律 生来是人上人的何婉琪 怎甘屈居人下 她要成为强者 昔日温室中的花朵 在热带灼热的阳光下 倔强地成长 七年一厢岁月中 世事赋予她坚韧要强的个性 时光也让瘦弱单薄的质女 长成窈窕婀娜的美人 据那时见过她的人所说 何婉琪的美貌涉人心魄 就连越南末代皇帝都曾为之倾倒 然而那时的她 只想要财富与权力 爱情对她而言 无关紧要 她曾利用皇帝对她的爱慕 帮父亲办下了在越南 难以获得的赌牌 由政府发放的博彩业准入许可 在全家人的努力下 债务渐渐还清 1941年 少女跟随父亲重返故土 回国之际 适逢祖父结婚纪念日 春日高楼明月夜 盛宴在华堂 卑宫人影相交错 美酒饭流光 家族齐聚和晚齐盛庄出席 那是长大后的她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一亮相便惊艳四座 众人皆说 石姑娘称得上是澳门第一美人 赌王和鸿燊有众多姐妹 年轻时个个都长得很美 何家由于是欧亚混血 后代的模样一般都很英俊美艳 身材亦挺拔端正 而其中 石姑娘和晚齐有着犹太 荷兰 英国 中国的血统 最为美貌 在何晚齐未满18岁的时候 就以惊艳上海社交界和晚齐静坐席间打量来往宾客 不知怎么 一位少年迎上了她的目光 那一瞬四目相对 一眼万年 爱情就这样翩然而至 虽然两个人是亲表姐弟 但16岁的少年仍旧被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震动心魄 何鸿章后来回忆说 爱上她时我才16岁 我记得是打仗那年 是我阿爷同阿妈的结婚纪念party里 有几百人在场 但我对她一见钟情 She's quite a beauty 她美丽绝伦 但这注定是一场悲剧 因为少年名叫何鸿章 是何晚齐的堂弟 虽已不是三代内的近亲 但在族人眼中 这仍是近端之情 18岁美丽女孩和16岁英俊男孩 爱慕之情犹如电光石火 挡也挡不住 虽然是亲表姐弟 但两个人还是轰轰烈烈的相爱了 其实说到表亲通婚 何东家族倒早有先例 老赌王何东虽然一生信奉 宁为华人头 无为鬼老尾 但在子女婚姻问题上 却反对跨族通婚 因此何东家族只选择和混血家庭通婚 而且许多是表亲之间的通婚 但是到了何晚齐和何鸿章这里 毕竟两个人的血亲太近 已经不是表亲通婚 而是唐亲通婚 再说严重一点 这就是家族乱伦丑闻 父母也骂过 兄长也劝过 奈何何晚齐认定了那是真爱 绝不愿意放手 甚至以性命相要挟 这段恋情从1941年开始 至1946年结束 棒打鸳鸯的后果是 何鸿章被家族遣去美国乔治敦大学读书 而何晚齐则接受家族意愿 匆匆嫁作人妇 那些年何晚齐并不如意 何晚齐第一任丈夫是奶奶麦秀英家族后代麦志伟 也算是祖上的亲缘 门户相对了 何晚齐曾说自己喜欢头大的男人 因为头大代表聪明 麦志伟就是个头大的男人 所以追求何晚齐追得很轻松 基本上两个人在半岛酒店喝喝下午茶 没怎么磨合就结婚了 也许那时何晚齐已经心灰意冷 只想随便找个人嫁掉吧 但是当时嫁入的豪门已然败落 只剩一具空壳 丈夫麦志伟也只是一个领月薪的上班族 他生了一儿一女 做着无趣的工作 窝居在普通公寓 无数次夜深梦一少年时 他不甘自己被无碍的婚姻与平庸的日子 慢慢埋葬 却也只能如此 直到1953年 何晚齐在马场又一次遇到何鸿章 那位无数次出现在他梦中的少年 早已在十年风格中被磨灭的爱与热望 在二人相逢的一刻重新爆发 奈何他们的感情注定不会为世俗所容 家族再一次出手 安排何鸿章也结了婚 石姑娘看着堂弟坐上婚车 身旁是金发碧眼的家人安妮 只得将情感再一次藏于心底 然而那时 何晚齐腹中已经有了何鸿章的骨血 为做补偿 堂弟为他留下两百万港币 人间世事 凡是中曲 皆成序章 何晚齐精彩的人生故事 此刻才刚刚开始 何晚齐拿到两百万的那年 正是何鸿章进军博彩业的时候 1961年 何鸿章与叶翰 霍英东联手将已经连续持牌赌牌 24年的傅老荣 拉下马 大戏谢幕 尘埃落定 然而打江山逸 做江山男 博彩也是块大蛋糕 觊觎者无数 何鸿章需要从家族中选出一人 来做自己的副手 那时 何家人说 六姑娘好赌 不能沾染赌场生意 而八姑娘和十三姑娘是文人 不懂生意经 长于生意和经营的十姑娘是家族生意最佳的人选事实证明 族人没有看错 帮何鸿章赢下这场战争的 正是一项要强的十姑娘 何晚齐 其实在她出入赌场时 并不被外界与同行看好 因为在那之前 鲜少有女人踏足博彩生意 何晚齐入股时 甚至不能用自己的真名 只得以一个男性假名替代 但她用事实向世人证明 自己可以比男人做得更好 她不仅急剧魄力地将200万悉数投入兄长事业 还亲自下场 帮不熟悉博彩业的哥哥操持打理 通过大批撤换员工 她架空了当时企图独吞独牌的夜汉 又引入美国成熟的赌场制度 将原本满是江湖黑道气息的赌场 转变为高端正规的娱乐产业 她开设的贵宾厅 成为奥运公司最大的盈利来源 育人之术 她也极懂 对于认真踏实者 她处处关心 每逢节日 何晚期都会为员工备下礼品与点心 而对规则破坏者 她毫不留情 由老陈违反规则以老卖老 她也敢一声令下将之开除 澳门曾流行这样一句话 石姑娘出一声 整个赌城都要震动大道董事会的决策权 小致普京赌场内的守信铺 银铺和十四的经营权 都握在何晚期手中 她在奥于权倾一时 人称赌后 兄妹二人联手 缔造出一个辉煌帝国 她个人名下的嘉景集团 垄断了奥于旗下半数的赌场 与餐饮娱乐生意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日子 何晚期过了25年 从前她想要的名与利 如今都握在手里了 只是天下大事 何久必分 奥于公司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从前亲后的何家兄妹 早已貌合审理 何晚期的权力也在不断被耻夺 只是何鸿燊手中握着的秘密 让她敢怒不敢言 何晚期曾在回忆录中披露 自己逐渐由从前占股超过20%的大股东 变为持股不足8%的小角色 最亲近的秘书是何鸿燊 安插在身边的眼线 奥于高层都将她视为空气 最初的那200万投资 随着奥于壮大 已经如滚雪球般增长到百亿 然而自己所获分红 甚至还没有普通员工多 她不无委屈 在奥于 没有人把我当人看 野心勃勃的四泰梁安琪的出现 让何晚期陷入了更深的危机 哥哥企图将她手中股权 全部转给四泰 那是自己一手搏下的江山 何晚期怎肯轻易拱手相让 被斗争冲昏了头的她 俨然成为一条盘踞在财宝上的龙 绝不会放任他人 觊觎自己的财富 哪怕是自己的亲哥哥 既然四泰在赌王的授意下入局 何晚期便准备安排儿子麦顺明进场 她要的不算多 只是要求赌王将自己名下 奥于7.3%的股权 转至麦顺明名下 让她加入奥于董事局 然而却被何鸿燊一口回绝 哥哥的拒绝点燃了何晚期心中的怒火 愤怒在她胸中迅速膨胀 深埋多年的秘密 也在斗争中渐渐浮出水面 麦顺明便是何晚期当年 与何鸿张怀上的那个孩子 是何鸿燊用以要挟她的把柄 也是日后一系列纷争的导火索 这个男孩更是何晚期最偏爱的孩子 何晚期的长女曾回忆到 母亲爱三弟是最多的 她永远会得到最好的礼物 最多的宠爱与最耐心的关注 与她比起来 我们其他人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而此时 为了利益 何晚期把最疼爱的儿子 也当作棋盘上的一颗祖子 她主动公开了麦顺明的身份 让儿子认祖归宗 还更名为何东顺明 从前的软肋 何晚期要将之变为利器 企图扳回一城 与此同时 她将何鸿燊告上法庭 指控傲于分红制度不公 恶意夺取自己股份 还控告何鸿燊违反公司张成 要求法院彻查财务账目 甚至将公司内诸多不能见人的秘密 公之于众 她想要重新夺回股权 除此之外 还要求哥哥支付高额的精神赔偿金 此刻 亲情 体面 于她而言都不及财富重要 一时间 澳门上下哗然一片 小报余计大肆报道 赌后石姑娘未获利益已入封魔 不惜大报家丑 还把长子做工具可惜最终 事情并未如她所愿 法院最终驳回了何晚期的大部分指控 也拒绝了她的索赔要求 新年前夕 何鸿燊的秘书 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不必来者开口 何晚期也已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 她傲于董事长的职务 被彻底解除 苦心经营四十载 石姑娘终究落的一场空 固然失落 但好在另一边何东顺明成功认祖归宗 聊聊她一桩心愿 而她自己也被堂弟的家庭所接纳 堂可办事的爱情终于等到了并不圆满但也上海温暖的结局 然而这一切皆由利益而起 重新寻回的情感在七年后再一次分崩离析 何东顺明好赌 闲散 从前何鸿章支持她的资金都已被全部摆光 当何东顺明再一次向父亲伸手要钱时 被再也忍无可忍的何鸿章痛斥 何晚期本以为这只是又一场因财而起的争执 令她没想到的是 被斥责后的儿子竟然扬言要断绝父子关系 老爷子也被激怒 我又不曾验过DNA 要像这样 难不成谁都可以是我儿子 全家上下再一次闹了个鸡飞狗跳 事态发展也渐渐超出了何晚期的预想 一切都走向了失控的边缘 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那弥族珍贵的温情便再一次被金钱与利益缴碎 以致冒蝶的她看着父子决裂 自己也与昔日爱人对付公堂 何东顺明以诽谤名义将父亲告上法庭 索赔6亿美元的精神补偿金 而何鸿章又将何晚期和儿子状告上法庭 要求偿还当年以信托方式 委托其掌管的200万奥语股份和信德传物股份 何晚期却则坚持认为那笔钱是赠语 拒不偿还 光因走过半个世纪 谁都无法说清 那200万究竟是以和名义给了十姑娘 但起因是爱 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此官司来来回回打了许多场 始终没有一个分明结局 最终只是让人看清 50年前的真情早已不复存在 只剩下无休止的利益纠葛 68载爱恋 终不敌世事辗转 年少时的风花雪月 散落成如今的一地鸡毛 父子相认时的照片 还摆在何晚期的暗头 尚未来得及撤下 在伤海扶沉一生的十姑娘心中 只剩一片悲凉 2017年初夏 何晚期曾收到一则口信 何鸿章想见她和儿子最后一面 十姑娘合上眼睛 摇摇头说 不见那时昔日少年郎已病入膏肓 弥留之际 她许下一愿让长子何东顺鸣 为自己扶灵 然而直到葬礼结束 等来的只有一个写着晚年的花圈 早知如此半人心 何如当初莫相识 曾经爱得那么深 那么热烈的两个人 抵住了家庭的压力与世俗的目光 却最终败给了利益 2018年6月和晚期病逝 然而直到两个月后 她的死讯才被首度公布 她的侄女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也是通过媒体报道 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甚至她自己的亲生女儿 都不曾在第一时间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 如此封锁消息 是为了防止遗产分割中旁生之节 据传闻 她在遗院中仍旧不曾释然 还在要求哥哥何鸿燊归还她的20亿补息 她一生想要的太多 然而一切都如紧握在手中的沙 露得一颗不胜 不知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是否会想起单纯的海体时代 是否希望回到最初 为了纯粹的爱情不顾一切的18岁 是否会怀念当年兄妹童心 携手打拼的日子 不知她会不会反思 如果她在适当的时候 略微放松抓紧欲望的手 后来的人生中是否会拥有更多 只是后来这个词 诠释了一切不想改变 最终却面目全非的事 这个曾经拥有一切的女人 最终一步步把所有的至亲至爱 都变成了敌人 除去她的贴身陪护 外界无人知道何婉琪人生 最后几年是如何度过的 人们无从揣测这场豪门大戏 最终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 只是在她死后两个月 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何婉琪入葬魔星岭招远坟场 她的昔日爱人何鸿章也安葬于此 二人的坟营紧紧相邻 私人已逝 她带走了一代人的恩怨 却仍给后辈留下了无尽的纷争 人们都说 当喜剧开场 配上闹剧高潮与悲剧结尾 才是一出真正精彩的大戏 何婉琪的一生远比戏剧精彩 也远比戏剧令人唏嘘 多少人眼见她高楼筑起 又目睹她从一手搭起的大厦中狼狈退出 从前紧紧攥着的彩和拳 都已落入他人手中 这位一手缔造澳门风云的女子 在人生的95年中 曾拥有过无上的荣华 知心的爱人与可靠的兄长 然而当人生走到终点 辉煌早已逝去 甚至平凡人拥有的温情 她都再也无法获得 你们同情石姑娘和婉琪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